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 把整个美国都冻住了 不仅是四通八达的高速交通 还有这个庞大的政府职能机构 截至目前的统计数字 这场极端低温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导致7人死亡 5000多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 恶劣的天气给美国大部分地区 带来了创纪录的低温 从南部到东北部都出现了降雪和冻雨 超过1.4亿人受到风寒警告或警报的影响 但最让人心寒且胆颤的是 当暴风雪降临首都华盛顿时 政府官员的行政能力似乎被彻底冰封 首先是众议院率先宣布取消 当日本该进行的关于政府是否停摆关门的投票 白宫提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联邦办公室也因该地区降雪量达数英寸而关闭 共和党党边汤姆埃莫·汤姆埃莫的办公室通知说 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 预计今天不再进行投票 据悉 众议院将投票计划推迟到了美国东部时间 周三下午1点30分进行 这使得美国距离下一次预期的政府关门时间 周五午夜仅剩下三天 此等大事简直就是在儿戏 这场大雪可以说是给全美各州都带来了不小的灾难 当然风雪无情 我们自然可以理解 但这多少也透露出了些许应对不足的短板 当风雪抵达纽约后 城市开始飘下雪花 虽然相对于中西部的降雪量不大 但道路和人行道变得湿滑 随之而来的雪后温疆 将整个城市的路况急剧恶化 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在此次降雪中 受到的影响最大 14%的航班被取消 57%的航班延误 当冷空气来到南方及密西西比和流域时 情况变得更糟糕 风寒可能会使当地气温降至零下30度以下 并且据预测 在未来一周内 美国近80%的地区将出现零度以下的气温 截止到周二 全美依旧有超过12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其中大部分位于俄勒冈州 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此前周六开始大面积停电 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警告说 周二的洞雨威胁可能会延误恢复工作 交通官员敦促居民避免出行 因为道路上的冰层可能会压垮树木和电线 导致它们倒下 从而造成危险 随着北极寒冷空气的侵袭和冬季风暴的来袭 德克萨斯州电网连续第三天创下高峰需求记录 尽管负责管理该州大部分电力负荷的 德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AT表示 电力供应并没有超过需求 但这种天气让那些经历过2021年2月 包括冬季风暴屋里在内的历史性寒冷天气围困的人们 感到紧张不安 周记录显示 德克萨斯州有246人死于那次寒冷天气 死亡者的年龄从不到1岁到102岁不等 许多人的死亡都与长时间停电有关 其中包括阴氧化碳中毒的受害者 以及在寒冷天气中死亡的人 遭遇了恶劣天气 自然少不了全美范围内的停课 芝加哥、丹佛、达拉斯 以及波特兰等许多中西部大城市的学生暂停上课 雪灾下的意外事故也呈上升趋势 据犹他州高速公路巡警称 在犹他州的山区 24小时内降雪量接近4英尺1.2米 一名雪地摩托车驾驶员 在周日晚上被一辆半挂车撞死 事发地点位于盐湖城东南 约70英里113公里处 受害者当时正试图穿越40号高速公路 在淮俄明州 一名越野滑雪者在引发50英尺15米宽的雪崩后丧生 据布里奇提顿雪崩中心称 遇难者被冲进山沟 身体不幸穿过灌木丛和树木 然后被埋了大约15分钟 周日下午才在淮俄明州 阿尔派恩南部的山区才被同伴发现 这已经是最近几天 美国发生的第三起雪崩死亡事故 此前 周三在加利福尼亚滑雪圣地 发生的雪崩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周四在爱达河州 靠近蒙大拿州边境的后山 发生的雪崩事故也造成一人死亡 在当下这个时代 最不应该出现的路有冻死骨 也依旧没能避免 据悉 暴风雨导致波特兰市至少四人死亡 其中两人疑似因体温过低死亡 一名男子的房屋被树砸中身亡 一名妇女的房车被树砸中 还有一名妇女因为天冷电热明火 导致火灾被烧死 处于北部寒冷地带的密尔沃基地区 正在调查三起无家可规则死亡事件 官员们说 他们很可能死于体温过低 密尔沃基县法医办公室说 上周五 一名64岁的男子被发现死于一座桥下 上周六 一名69岁的男子被发现死于一辆车内 本周一 一名40岁的男子被发现死于铁轨附近 目前 此次凶猛的寒流基本快要烟消云散 自今日起全美范围内的气温开始有所缓和 但大家依旧要做好准备 时刻迎接着下一场冷空气的到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